好來,那最後吼 我們既然圖都已經畫了 那最後 要來講要怎麼把它丟到雷射切割機裡面 那我這邊老實在重申一次就是 我不會教你們沒有用的東西 就是說我不會今天你要畫2D圖的時候 我教你一套軟體 你要畫3D圖的時候我就教你一套軟體 那這樣太浪費時間了 我今天教你東西一定是有用的 那為什麼今天介紹Shape這套軟體 因為你今天3D圖畫完 你可以模擬 模擬完之後 你可以丟3D印表基因 你也可以丟雷射切割機切 好,那怎麼做 來,看囉 如果我現在要切第一面這一面 那我點一下我們Sketch1 按右鍵 Explorex.dxf.dwg 這邊輸出成dxf或dwg 按下去之後 就可以看到這邊 那這裡呢 請把它的檔案格式設為dxf 好 那版本 如果依照學校RDworks的話 2007年版本是最安全的 那如果你之後去外面或是用別的電腦 那你再去問別人 就是你可能跟別人借人家雷射機 那你要去問一下人家 他是用什麼版本 他適合吃什麼版本 你不要 就直接用 然後再說 誒,你的東西怎麼不能用 對,人家會很沒送 好 那麻煩 一定要去問 那學校這邊呢 是檔案格式dxf 版本2007年 如果都ok的話 就按Export 好 好,接下來呢 他就會輸出了 那我們就來 點開我們的RDworks 好 這邊要開一下 稍微等一下 好 應該快開好了 好嘞 那開好之後呢 打開我們RDworks 然後 然後 然後文件 一樣 導入 去找我們的檔案 等一下 讓他跑一下 因為剛剛開機有點慢 導入 那接下來 找到我們的檔案了 檔案 open 好 這個時候 你就會看到我們剛剛畫的物件 它就存在這上面 好 那你看一下哦 寬度61 對不對 對,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原本55 從這一條 到這一條 應該是55mm 加厚度 3mm 3mm 所以是61 OK 這代表說 我們今天的 物件 從 on shape裡面 放進來 它的比例是 正確的 OK嗎 那既然比例是正確 到時候切出來 就會正確的 好 好 那如果OK的話 這邊 記得 數值調整之後 丟下去 雷切 那 你應該要先把 各個面 全部一起擺進來 然後 再去雷切 那答案就會OK了 好 那 這部分呢 就是 我們翻整真的 可如何製作 好 就到這邊 好